征服最后的敌人死神达夫妮杜穆里埃 死亡 对小说家来说是熟悉的题材 在我的小说中 就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情节 描写死神为写作增添了不少乐趣 当我所创造的人物消失时 我确实有点神情惶惑 不过感情的痛苦很快就会忘却 记忆也会逐渐淡漠 我又创作其他的人物来代替 只有当死神降临到作家的实际生活中时 作家才会充分领会到死亡的含义 自己经常描写的临终场面 一下子变成了现实 这种打击是多么巨大啊 我丈夫死的时候 我顿时感到 彭腐缭绕在心头好几年的 充满幻想的梦境 突然化为乌有了 我面临着严峻而又可怕的现实 我所爱的丈夫 三个孩子的父亲死去了 我手足无措 悲痛欲绝 之后就一个劲地责备自己 在丈夫弥留之际 我为什么不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呢 现在我才明白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 在最后的几天 他为什么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 用眼镜盯着我 我不应该离开他啊 于今想来 我最后一次和他道晚安 是多么的无情 他低声对我说 我睡不住 而我却吻别了他 你能睡着 亲爱的 然后竟走出了他的卧室 第二天早晨 我走进他的卧室 期待往日的那种微笑 但是他刚把脸转向我 就由于突然的 冠状动脉血栓而死去了 他睁着眼 但没有撕好眼神 一切都停止了活动 这就是死亡 我自己在书中描写过数次 现在有经验了 巨大的打击 迫使我行动起来 我打电话告诉孩子们 我不得不做出安排 我的头脑只有一半在工作 另一半已经凝固了 葬礼一结束 我就来到花园的尽头 把丈夫的骨灰 撒在我俩经常一起散步的地方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才真正明白了死亡的结局 我变得形单影之了 良心发现的两个女儿 一下子成熟起来的儿子 她将在几个月里做父亲了 都没能说服我和他们一起去住 他们想让我从极度紧张中恢复过来 我回答他们 不 我要住在这里 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以后的岁月 要忍受的痛苦 就由我一个人来忍受吧 我要使自己面对住这里熟悉的物品 我要使自己记住 这不是司空见惯的战争期间的短暂分手 而是永远的别离死别 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我继续使用她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我穿住她的衬衣 坐在她的书桌前 用她的笔来答谢一封封的吊艳信 我千方百计地寻找她接触过的东西 庞浮只有这样 才能和她更接近一些 夜晚多么难熬啊 喝咖啡 放方糖 吃两块红肠面包 晚倒告她童年时代养成的习惯 我们结婚后一直保持着以及晚安的吻别 我依旧继续保持着 因为我深深地感到 这是一种安慰 我常常哭泣 我抑制不住涌出的泪水 也许从某种超乎我理解的意义上来说 眼泪能够帮助愈合心灵上的创伤 很久以来 我一直在想 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还能不能生活 我想 我丈夫一定和他已故的前辈重新相聚了 一定和他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战友重新相聚了 我想 在那儿 痛苦和灾难已经荡然无存 他体会了难以形容的欢乐 及他引用过的境界 超乎一切体会的寂静 而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体会这一点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 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伤口 然而 只有当伤口内洁净无浓时 这句格言才是正确的 过于悲伤会使伤口化浓溃烂 因此 我要忠告那些过分悲哀的人 把每一天都看作是一种挑战 看作是对勇气的一种考验吧 渐渐的你就会从先前看来难以克制的极度悲痛和孤独中 获得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 我记得在我们结婚那天 主持婚礼的那位仁慈善良的神父 曾把我们行江乘坐小船去度蜜月和结婚本身联系起来 他说 你们就要在平静的大海上 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起航了 但是 航程中并非永远是这样的 你们会遇到风暴 你们能够战胜风暴 千万不能丧失勇气 最后 你们就能抵达安全的彼岸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回想起这一告诫 我相信 即便我单独驾驶起生活的航船 我也不会迷失方向 几个月转瞬即逝 季节在更迭变幻 寂寞打破了 虽然熟悉的脚步声再也不会重新响起 房间外面再也不会有人把我呼唤 但是 空气中似乎还会荡住充满相亲相爱气氛的 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发出的声音 我说这些 丝毫没有鬼魂作祟的感觉 头脑中也已经完全摆脱了幻影和幽灵 就好像一个人以某种模糊不清的方式 分享到了没有痛苦的另一个世界的自由和宁静 有时甚至分享到了欢乐 希勒说 升天的都是过于悲痛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得到安慰 这种脆弱而又可爱的精神 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将发现它已成为你的一部分 并且会唤醒你的内心世界 这样 你就不会为孤独 黑暗而感到胆怯了 因为你已经征服了最后的敌人死神 张杰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感谢您的观看